朋友朋友跟我说啊 你经常讲兰花的施肥 控水 浇水 各方面的一些养兰的管理 那么兰花的花苞 它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究竟是个什么形态呢 因为我们第一次养兰花 每年都有很多新手 第一次养兰花 他们以前没有见过兰花的花苞 刚刚出土是个什么形态 所以呢 就很好奇问我 那么刚好我手上呢 有这么一盆兰花 这盆兰花今年开花开的是比较多的 其中有一个花杆的 我还没有给它剪掉 现在有一个种子长在上面 这个种子呢 还没有成熟 从三月份 三月份开始授粉成功 一直到现在是九月下旬 六个多月了 它还没有成熟 大概还要过一个多月 它才会成熟 兰花种子成熟是很慢的 与其他作物相比的话 它的种子成熟非常的慢 这盆兰花呢 我是放在室外养的 没有进行特意的 融为控水 刚好在八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们这边比较干旱 那段时间呢 就没有浇水 相当于是自然控水吧 现在已经有花苞 长出来了 当然这个花苞 它长出来也是有先后的 并不是统一的 比方说像我这一盆兰花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不会少于15个花苞的 那么现在长出来的没有那么多 今天呢 就近距离得给新手男友 看一下兰花春兰的花苞 刚刚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正常情况下呢 像我现在手边摸的这些新状苗 它们都会长出花苞来 现在呢 或许是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我们看一下 现在有几个花苞来 现在我手指头点到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花苞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有两个花苞 我们把这两个花苞 放大一点看一下 这样看来就比较清楚了 这一个 这个兰的花苞 刚刚出来的时候 它是 这个头部是尖尖的 肚子还没有鼓起来 在长一个多月到十月下旬 或者十一月初的时候 它的肚子呢 就会渐渐的鼓起来 但是它的高度呢 并不会随之增长 它会停留在一定的高度 就停止长高了 只是把养分集聚在肚子里面 让这个花苞的肚子鼓大一点 然后进入春化期 这呢 就是春兰的花苞 刚刚出来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等到二十天以后吧 这个这盆兰花呢 肯定还会再出很多花苞的 春兰的花苞在肚子还没有鼓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视频中说的 花苞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给兰花 无论是翻盆 修剪 风苗 还是施肥呢 都要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注意 因为这个时候的花苞 还没有完全稳定 它是很容易受伤的 让这下种花苞 有点养花苞 克偿 也棻成花苞 这些花苞